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表达对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的立场 向蓝绿出考题 要求提出四大具体承诺 希望两党能够尽快回应 内政部今天发布112年第三季房价负担能力指标 全国房贷负担率再上升到42.25% 持续创下新高 买房痛苦指数全国房价所得比是9.82% 也同样写下历史新高 另外在全国住宅价格指数是133.18% 仍旧维持上涨的趋势 六度当中以桃园市和新北市的涨幅较大 内政部则表示 整体来看 全国住宅价格年增率 从110年第二季以来是连5季下修 显示房价的涨势有趋缓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今天凌晨 病逝于台北荣总享受83岁 施明德一生都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 是台湾民主化历程中相当具有指标性的人物 各界也纷纷表达哀悼之意 施明德的女儿巴文表示 今天也是父亲83岁的生日 他一生所捍卫的精神和价值会长久茁壮 滨岛西南部城镇格林达威克镇 附近的一座火山发生爆发 沿江涌入一个渔村小镇的近郊 造成有多栋房屋起火 地震在一夜之间也变得相当频繁 另外在拉丁美洲 哥伦比亚和巴西都因为暴雨酿成了重大灾情 哥伦比亚发生的土石流造成37人死亡 巴西的洪灾则是造成了11人丧命 以上由公事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